我叫陳素芬 素葉匪蟹的素 今天小妹要來介紹這台戲中醫 大家好 我是陳素芬 素葉匪蟹的素 我的人就跟我的名字一樣情分 志凱啊 老公公是一個 不好意思喔 很可愛的人 愛愛肥肥的 我們兩個在一起 就有簡單的小確幸 設定這個角色的時候 陳素芬就是一個非常高大 非常傻 然後大家會覺得 其實為什麼會有傻在裡面 因為我們私底下認識她 覺得她是一個傻大姐的個性 好 同一個表情 好 是不是在家裡偷偷練 拜託先幫我強調一下 調一下 好 這邊 沒問題 我自己差點背進去 我們之前一起上銷售的課程 然後我就發現白白人 她很聰明 她反應很快 當時要她賣什麼東西 她就能夠馬上舉一反三的 講了琵琶一大堆 你想都想不到的 這個產品的優點 然後我就覺得 哇 這不簡單耶 我主要的對手戲 都是跟白白一起嘛 都跟素芬一起對手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個 演員的專業的地方 比如說有一場 他是要演那個新手 他馬上演到 我都好想跳出來幫他解尾 說你不要緊張 你不要緊張 就像我們各國才學弟學會這樣 對… 所以也讓我滿佩服的 我很喜歡陳素芬這個人 我跟陳素芬 在短短的這兩個月以內 我跟著她經歷過了她還沒有社會化 也就是她還沒有被這個社會上定型 現在自己在定型 陳素芬一直是照著她跟志凱兩個人 很開心簡簡單的生活 而去闖蕩在這社會上 可是後來她慢慢的被這社會 規範規範 去塑形塑形 然後她變成一個社會上的人 比較能接受的樣子 因為你跳到大拍賣都沒有人要啊 算那種卑鄙下流的手段就有用嗎 可是這個樣子是 她自己能真正在面對她這樣的自己嗎 以及她以前的生活 跟現在的她能合在一起嗎 這部片是講一個小人物的奮鬥史 我就是王牌銷售員的陳素芬 有親情有友情 就是一個很豐富的開心喜劇 怎麼舞都難不倒我像沙爽 KIP HOP 我也會做瑜珈